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闻起来好像还可以 有一股青草的味道 我真的倒多了 我能不能倒回去一点啊 能不能啊 好像真的倒多了 谁跟我说不苦的 谁说可以当饮料的 要喝光吗 是要喝光的啊 对不对 还要帅一帅在嘴里 我估计承受不了了 你喝点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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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爸知道胖揍一顿后我离家出走 想着就能跟电影里的大侠一样习武 于是我找了间和尚庙 你过安吧 方丈爷爷松 说我成员味道 我说我就是放不下打游戏 他说你先喝杯茶吧 还要再喝一遍是吗 好想吐出去啊 他说先喝杯苦瓜汁吧 于是递给我一个杯子 然后往里面倒热水 一直到热水溢出来 我也没有松手 方丈爷爷说 你妈X你不按套路出牌呀 看来我就算烫成了狗 也放不下传奇 于是问题就来了 传奇业由哪加强 王者战刃你最强 亲们10月30号正式山党封测哦 完了 我的节目以后更加没人看了 完全没法说话 好的 各位朋友们 其实这个苦瓜还是蛮好喝的 所以你们要来挑战一下 一点都不难受 一点都不苦 我们呢 只要你关注我们的微博 就是想要买我们屏幕的 完了 我今天被这苦瓜苦的已经精神市场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新浪微博 然后呢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 只要你上 只要你上传你的游戏 就可以得到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奖 这个奖就是iPhone 6 所以你想要呢 所以就来挑战我吧 开始吧 大家看它浓稠的 好 好 谢谢观看